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考点 规档的期限和保存期限 首先是2020年的整体 下令有关审计工作递稿 规档期限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这个也是我们考试比较爱考的一个考点 A 注册会议师应当自财务报表批准日期 60天内将审计工作递稿归档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不对 我们在做到规档期限总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其实是什么时间 还有呢 它的一个规定的时间是多少天内 那其实时间应该是我们审计报告日期 不是我们的报表批准日期 好 A 不对 我们接着看B 如对同一财务信息 出具两份日期相近的审计报告 注册会议师应当在较早的审计报告日后 60天内将审计工作递稿归档 你看我们对同一份财务信息 出具了两份日期相近的审计报告 既然是两份 意味着各归各的对吧 我们不应该看哪个早归哪个 这个不对应该各归各 接着看C 如注册会计师未能完成审计 应当正审计有终止日后的60天内 将审计工作递稿归档 这个说法是对的 假如说我们正常完成了 是我们报告日期60天内要归档 如果没有正常完成 那我终止了 那终止日后的60天内归档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B 注册会计师应当自财务报表爆出日期的60天内归档 这个终止错了 我们要注意起始日期什么 是审计报告日 如果是终止的话 就是终止日期 而不是什么 什么报表爆出日了 报表批准日了 这都不是的 那这道题正确的就应该选C 好 那我们要把审计工作递稿的归档期限和保存期限 给大家复习一下 这块考评很高 一定要注意掌握 不过这块很容易拿分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看分为几种情形 如果是完成了审计业务 归档期限是审计报告日后的60天内 注意是审计报告日 不是什么财务报表批准日 财务报表爆出日一定是审计报告日 好 保存的期限是保存至少10年 也就是10年打底 如果15年行吗行 12年行吗也行 只要你高于10年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他没有完成审计业务的话 我们应该是审计业务终止日后的60天内归档 注意这是终止 这是报告 不要记混了 然后保存同样是至少10年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 我们同一个财务信息执行不同的委托业务 那我们视为不同的业务 应该分别归档 就像是我们刚才做的哪道题啊 就是我们的B这个选项 对吧 我们对同一个财务信息 能做的是不同的业务 那当然是什么 当然应该分别归档了 不应把他们混合在一起 接着看第四 财务报表审计归档年期 以集团审计报告日期至少保存10年 非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 因为我们因组成部分审计报告 它是啥呢 它是我们的一举之一 我们集团的审计报告 它为什么能够出局 它的一个证据来源 来自于我们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归档的时间 以组成部分为其实日期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组成部分呢 是2月10号 2月15号 2月18号 几个组成部分 报告都出了 但是我们集团呢 没那么快 因为集团必须要把组成部分呢 该拿的报告 该拿的数据 该拿的证据全部拿完了以后 它才能出 还有我们的集团呢 假如说是在3月10号出去的 晚了一个月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以我们的组成部分为 提示年限的话 我们保存10年 那10年以后的2月10号 那我就意味着什么 过了这个时间 我就可以把它销毁了 对吧 如果10年以后 万一出现一个诉讼 出现一个官司 我们要查审计证据 一看 我们的组成部分呢 已经销毁了 这个证据都找不到了 而我们的这个集团报表的 它的这个还在保存期限内 那这样就会出现 一个断档的问题 就会出现 我们有些证据 找不到的问题 因此对我们集团 报表审计的归档年限 一定是以集团的 审计报告日期 来保存10年 不能以组成部分 为我们的期时间 这点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题 2007年的真题 下令有关审计工作地稿 归档期限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如果完成审计 归档期限是 审计报告日后 60天内 这个对吗 这个没问题 我们刚刚才复习过 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审计报告日后 一个是60天 不是财务报表的 报出日 批准日 B 如果完成审计 有归档期限 是外勤审计工作 结束日后的60天内 注意不是 一定是报告日 接着C 如果未能完成审计工作 归档期限是 外勤审计工作 终止日后的30天内 做错了 应该是业务终止 不是外勤审计工作终止 接着看D 如果未能完成审计有归档期限 是审计业务终止日后的30天内 则30天错了 应该是60天 因此这条题正确的 应该是我们的A 下面呢 我们来看2020年的 一道真题 这条题蛮有意思的哈 我们慢慢来琢磨 下里有关保存审计工作底稿的 做法总不错误的是 A 自审计工作底稿 归档日期保存10年 这个对吗 注意我们的标准说法 应该是D 自审计报告日期保存10年 但是归档日期保存10年 这块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点点来推一下哈 假如说我们是 3月1号出具的报告 22年的3月1号出具的报告 那么我在60天之内归档 我在4月1号开始归档了 那就意味着我保存10年应该是到 2年的4月1号 就应该到32年的3月31号 我就保存够10年了 对吧 那么从32年的4月1号开始 我以后就可以不用保存了 而我们按照审计报告日来算的话 是32年的几号呢 2月28号 看到了吗 按照这个归档日来进行保存的话 它的时间是晚于我们的时间的 那这样的话是符合标准的 所以A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D当然这是标准答应 也没问题哈 接着我们来看B 自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日期保存15年 有很多同学对这个选项有疑问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因为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并不说我们就审去年的报表 我现在是22年 只是21年的no 有的时候别人委托我们去做审计 有可能会审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报表 假如说别人现在请我们去审 08年的一个事项 他们觉得08年的事项有问题 需要我们审计我们去审计 我们去审08年的 那么08年的它的财务报表的 报表日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08年的12月31号 而如果按照08年的12月31号 保存15年意味着到什么呢 加上15年就到了2023年的12月31号 对吧 我说的人其实不会那么特别的严格 那就这就是15年 你看保存到2023年的12月31号 我是现在接受委托去做审计的 那假如说我在2022年的4月1号 给他出具的审计报告 那按照我们的规定应该是 出具的审计报告日后保存10年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保存到什么时间呢 应该保存到2032年的3月31号 对不对 按照咱们的规定应该保存到2032年的3月31号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08年的12月31号 然后往后数15年 这就到了2023年的12月31号 注意看到2024年的1月1号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底稿给销毁了 可以吗 你看它是早于我们规定2032年的3月31号的 早了整整好多年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不对 一定不能从我们所审计的财务报表日期来保存 尽管它保存的是15年 但你要注意 如果我们审的是比较久远的一些报表 很可能就远远的早于我们规定的日期 它就到期限了 所以我们的B的说法不对 这点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看C 无限期的保存所有的工作地告 这个对吗 你看我们的准则规定是至少保存10年 你如果保存9年保存8年对不起 你有问题 你不符合我们规定 但你保存15年保存20年 你保存一辈子可不可以 没问题 因为你大于我们的规定的时间 因此我们的C的选项是没问题的 好这道题呢是比较有特色一点题目 需要用一些案例才能一点点推导出来 所以碰到这种题的时候 你要把案例带进去来做判断 那这道题就是我们的选项B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14年的整体 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为集团审计的目的 初具的审计报告日期是14年的2月15日 注意啊这是组成部分的时间2月15日 集团项目组初具的集团审计报告日期是 2014年的3月5号 晚了20天吧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 审计工作地告保存期限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那么关于集团的审计报告的保存期限 我们前面就给大家强调了 如果有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日期 还有集团审计报告日期 一定以谁为时间 以谁的时间为起点来进行计算呢 注意应该以集团的 前面给大家讲过原因哈 所以我们来看哪个队 应当自2014年1月1日起保存十年 这完全就是一个完全没什么关系的选项 那接着是应当自14年2月15日至保存十年 这2月15日是我们的组成部分 不能以组成部分的 我们前面强调 一定要以集团的审计报告日期 好接着看C 应当自2014年的3月5日保存十年 这个没问题 这是我们集团报告的日期 接着是应当自2014年4月16日起 保存十年 这个不对 跟我们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哈 那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我们的C 我们前面有强调过 如果是集团的审计报告 还有组成部分的审计报告 一定是以集团的审计报告日期 为期限来保存十年 下面呢我们来看考点6 抵稿归档后的变动情形及记录要求 首先来看14年的真体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报告日后 对审计工作抵稿 做出变动的做法中正确的用 我们来看哪个正确 这是变动 A在归档期间删除或废弃 被取代的审计工作抵稿 注意它是归档期间 我现在正在归档整理 然后删除或废弃已经被取代了 可不可以完全没问题 接着是B 在归档期间 记录在审计报告日前 获取与项目组相关人员 进行讨论 并达成一致意见的审计证据 可以吗 在归档期间记录 这是没问题的 接着看C 在归档期间收到的 寻征函回函替换 审计报告日前 以实施的 替代的审计程序的工作抵稿 你看 注意关键词是 我在归档期间收到 假如说 我是4月1号 出具的审计报告 然后我在什么时候归档呢 我在4月20号的时候 做了归档 接着呢 我在这个4月20号的时候 收到了一份什么 寻征函的回函 本来应该在4月1号之前取得 但是呢 没有取得 然后呢 我就做了替代的审计程序 也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时候以此为依据 我出具了审计报告 我发表了审计件 对吧 那我4月20号的时候 又收到了这份回函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要把以前的替代的 相关的审计程序的抵稿 给换掉吗 注意不要换 不能换 而是一起都保存 他们俩可以相互应征 所以这个C不对 不选 接着看D 在归档后 由于实施最佳的审计程序 而修改审计工作地稿 并记录修改的理由 时间和人员 以及符合的时间和人员 这个说法没问题 那么这条题应该选的就是 A B和D 好 这里要注意 我们不能做替换 这两份地稿均需要保存 能相互印证 保证审计质量 同时这条题 我们要注意和我们的选项 要注意和我们的选项 A要做一个区分 你看 我们的选项 C是什么呢 归档期间收到的 寻真函回函 替换 放入日前 以实施的 替代的审计程序 它们两个是不同的证据 对吧 不存在草稿或粗稿 那种问题 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同时保存 但是我们的选项 A是在归档期间 删除或废弃 被取代的工作地稿 关键在于被取代了 所以它是可以删除或废弃的 这两者千万不要弄混了 我们的替代的程序 的工作地稿 和我们回函的 这种工作地稿 它俩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所以说它要同时保存 注意区分一下 那么这条题应该选的 就是A B和D 接着呢 我要给大家 把我们的这个 审计报告的 它相关的时间 以及呢 我们做出了相应的变动 还有呢 我们在归档期间 以及归档后 做了一些变动 给大家详细的区分一下 因为这一块呢 是同学们容易弄错 容易弄混的点 下面呢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张图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在初具审计报告之前 我们是在做审计程序 对吧 获取审计证据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全程记录 记录在哪呢 记录在我们审计工作 底稿当中 我经常戏称 我们的审计工作 底稿就是一个计时本 我们要把我们做的 各种工作 我们全部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我们的审计程序 我们获取了哪些审计证据 还有我们得出了 哪些审计的结论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因为我们做审计的计划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只在我们 开始阶段做 后面就不做了 而是它根据我们工作的 不断的深入和开展 然后不乱去修正我们的计划 因此如果我们计划做了修改的话 我们一定要保留修改的痕迹 好 这是要注意的点 接着重要性也是 我们最开始定的重要性 可能不适合具体的情况 那我们把它调低了 那么这时候 也是要保留修改的痕迹的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草稿粗稿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草丛粗措 这几种呢是无需保留的 好 这是我们在粗具 审计报告之前 我们要做详细的记录 做这些记录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我们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一个详实的依据 您的这些依据是否 还充分适当 您的证据是不是该拿的都拿够了 您的证据是不是有说服力 所以在我们出具审计报告之前 那我们的工作底稿要作用 审计意见的依据 接着呢我们要注意下一个时间 下一个时间什么呢 进入什么归档期了 然后在60天之内归档 假如说我们是3月1号 出具的审计报告 那么从3月1号往后数 60天内一定要做归档了 好 这就到我们这个阶段 就要归档了 那么在归档期间呢 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出完了什么 审计报告 然后呢我们出完审计报告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底稿 好好的做一下整理 做一下交叉索引呀 该签字的签字呀 这时候呢 我们就对我们的工作底稿 做出相应的一些变动 这种事物性变动 删除废弃被取代的工作底稿 或者说一些草稿粗稿呀 把它去掉 还有没有签字的地方 做一个签字 没有交叉索引的 做一些交叉索引 这就是我们完成归档 把它全部都整好 之后 该打的码 打上 该编的好 全编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归档了 这时候就要交到 我们的档案室 进行保管 那么进入到我们第三个阶段 就要开始保存了 好 如果我们一旦开始 把我们的工作底稿 交到档案室之后呢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只有两种情形呢 可以做一个变动 但是我们一旦归档之后 也就是交到档案室之后 跨过了这个时间线 交到档案室之后 就不得删除任何性质的 工作底稿了 这里要特别注意 不得删除任何性质的 工作底稿 因为你已经该规整的 全部规整完了 假如说你在这之前 有什么草稿了 有什么粗稿了 有什么这种 被取代的工作底稿 你应该在归档的时候 就把它全部弄干净 弄明白了 而不应该在我们什么 在我们已经交到档案室之后 再去动 交到档案室之后 就不能随便再动了 你要借约的工作底稿 都要办相应的一些手续了 所以这里要注意 不得删除任何的 任何性质的工作底稿 那么在我们保存期 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是接受业务检查的资料 每年差不多都是 6月份到8月份 或者到9月份之间 那么我们要接受这种职业质量的检查 这时候呢 它检查的什么 还是检查的我们审计工作底稿 另外呢 如果万一惹上了官司 如果有种诉讼 那我们怎么样 自证自己的清白呢 这是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工作底稿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是起到这两个作用 一个接受业务检查 提供相应的资料 第二是诉讼的时候 我们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接着呢 要给大家稍微区分一下 你看我们在这个归档期间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物性的变动 还有要注意非事物性的变动 我们在归档期间的事物性变动 你看删除废弃被取代的工作底稿 草稿粗稿之类的 还有分类交叉索因 以及我们该签字的签字 对吧 这是事物性变动 我们在归档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的底稿 一项下来整理好 就像整理文件 一项下来把它归整好 归整好之后才交到答案室去 所以这是事物性的工作 但是也要特别注意 我们在归档期间 那有一些事情呢 是非事物性的工作 而假如说我实施了新的 或者最佳的审计程序 那么得出了新的结论 接着呢 还要注意 我们能不能变动 我们的审计工作底稿 是可以变动的 那么需要变动的情形呢 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注册会计师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 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并得出了恰当的审计结论 但是工作底稿记录的不够充分 这里呢 有几个前条件 这几个前条件 你需要搞清楚 他强调的是 第一 一定已有 已经做了程序 第二 已经取得了证据 已经是恰当的结论 只是仅仅只欠记录而已 万事具备 仅欠冬分 这个冬分就是记录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发现少了一块 那么把它寄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是可以的 接着第二 就是审计报告之后 发现了例外的情况 要求实施新的 或追加的程序 而导致注册会计师 得出新的结论 我在3月1号 出局的报告 我在3月20号的时候 归档了 20天之内归档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六十天之内嘛 对吧 那我在几号呢 我在4月15号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事项 结果呢 这个事项是什么 这个事项是 我们要重新做 审计程序的 中期以后的事项 但是我3月20号的时候 这个工作归稿 已经交到档案室去了 因为我已经归档了呀 那难道我就 我什么都不管了吗 不能 我该做的程序 必须得做呀 对吧 我不能影响 我们审计报告的 一个质量呀 虽然这是4月15号 发生的事 但是这个事项是什么 是会影响我们 审计报告一件类型的 或者是直接影响 我们被审 但是他财务报告的 一些重要数据的 这是我必须要做工作 这时候发生的 其他事项 如果我做了工作 那么我就要干嘛呢 我就要实施了新的 和最佳的审计程序 得出了新的结论 我的工作底稿当中 也要把它全部体现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变动的情形 一共就两类情形 那么如果你体现出来了 应该怎么办呢 注意应当记录 第一 修改或增加 审计工作底稿的具体理由 你为什么会增加 为什么会修改 哦 因为我在4月15号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项 我们做了哪些哪些程序 然后呢 他的财务报表 做了哪些修改 对不对 这就是修改和增加 审计工作的具体理由 第二 我们还要修改和增加 审计工作底稿的时间和人员 以及符合的时间和人员 我们在这工作底稿当中 一定要体现出来 哦 我在几月几号修改的 然后呢 是谁修改的 以及是谁符合的 符合的时间 全部要体现出来 这样保证责任到人 因为审计工作底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 这都是自证清白 很重要的资料呀 所以该记录的 全部要记录的 清清楚楚 明白白 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 变动的情形 我们接着来看 120的真题 在某些例外情况下 如果在审计报告日后 实施了新的 或最佳的审计程序 或者得出了新的结论 应当形成相应的 审计工作底稿 下列各项中 无需包括在 审计工作底稿 是什么 我们来看 哪个无需包括 有关例外情况的记录 要包括吗 肯定要包括呀 那接着是 实施了新的 或最佳的审计程序 获取了审计证据 得出了结论 以及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大家想想 这要不要包括 肯定要包括 我做了哪些程序 或是哪些证据 得出了什么结论 好 接着看C 对审计工作底稿 做出相应变动的时间和人员 以及符合的时间和人员 这肯定也要 加上 我们刚才讲过 接着看D 审计报告日后 修改后的 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的草稿 注意它的关键词是草稿 这要包括吗 压根不需要 对吧 压根不需要 关键它是草稿 草丛出错 这几个是不需要的 因此这道题 应该选的就是我们的D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三道理题 07年的真题 这道题目呢 有点年代感了 真是这道题出的相当的经典 我们下面一起来 好好练练这道题 B注册款机 是对乙公司 07年度的财务报表 出具审计报告日期是 08年的2月15日 2月15号出的报告 我们看一下 乙公司对外报出的日期是 08年的2月20 那么就是2月20号 对外报出 在完成审计档案的规整 工作后 可以变动审计工作底稿的事 那我们来看 哪个时候可以变动 2008年的5月5日 乙公司发生火灾 烧毁一间生产车间 导致生产全部停工 注意你看 2月15号我们就出报告了 然后2月20号 它对外报出了 这时候我们要注意 区分几个时段 对吧 2月15号之前 这是第一时段 2月15号到2月20号 这是第二时段 2月20号以后 这是第三时段 那我们来看 5月5号应该落在哪个时段 应该落在第三时段 接着我们来看 它发生火灾 烧毁一间生产车间 导致生产全部停工 那么对这个第三时段的 气候事项 是不是我们哪件事 我们都要去处理呢 压根不需要 压根不需要 我们呢 这道题呢 是把我们审计工作底稿 和气候事项呢 结合在一起考虑大家 这道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如果你对气候事项 这个知识点不理解 然后对我们审计工作底稿 相关的要求不理解的话 这道题很可能做不出来 我们现在慢慢的看一下 你看 它是5月5号发生了这个事 发生了火灾 那我们需不需要去把我们的工作底稿 再重新的变动一下呢 压根不需要 好 接着看并 08年的5月10日 法院对于公司诉讼专利侵权案 做出最终的判决 以公司赔偿原告2000万元 07年的12月31日 该案件上债审理过程中 由于无法合理估计赔偿的金额 以公司在07年的报表当中 对这个事项做了充分的披露 我们在07年度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事已经怎么样 该处理都处理好了 因为当时无法合理的估计赔偿金额 所以呢 我没有确认预计赔偿 但是我仅仅做了充分披露 可以吗 完全符合咱们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去变动 我们的工作底稿 也就是不需去实施新的审计程序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 08年的5月15日 必注册管理是知习公司 07年12月31日 以前存在的 可能导致修改审计报告的务必行为 注意这个事情 我们在5月15号知道了 我们要不要做程序呢 注意必须要做 必须要做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三个时段 那么第一时段呢 我们必须要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吧 第二时段我们如果要知道的话 我们要保证审计报告的质量 我们也要该做程序的要做 第三个时段要特别注意 第三个时段一般都是 如果我们前期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没有做杂事 有所疏忽 我们事后发现了 这是我们要做补救 你看 我在5月15号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已公司在12月31日之前已经存在 可能导致修改审计报告的务必行为 我5月15号才发现 说明什么 说明我在以前做审计工作的时候 2月15号 这是我们出去的审计报 对吧 在2月15号之前 我们的工作可能做杂事 没做到位 有所疏忽 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做补救 因此我就要实施什么 新的审计程序 这样我就要变动工作底稿 所以这条题应该选的就是我们C 这条题是有点难度的 把我们的气候事项 三个时段 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 都给大家融合进来了 和工作底稿又结合 所以我说这条题出的相当的经典 并且我每次一看到零几年的题 我就特别想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学员 好幸福 你看看零几年的客观题都这么难 全是职业判断 全都是给你很多的案例 让你来判断 如果你对基本的知识 基本的观点 基本的要求 根本就不熟悉的话 或者没掌握的话 或者一知半解的话 你根本做不出来 看到吗 零几年的题出的真的相当好 我们接着来看 08年5月20日 以公司收回一笔 06年已经注销的应收账款 金额为1000万元 你看5月20号收回的 我们要不要管 不用管 所以我们的D也不选 这条题应该选的就是C 这条题大家好好看看 要和我们期后视相内容 结合起来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D品考虑 首先看第一个 我们的底稿编制要求 09年的题目 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 应当是未曾接触 该项审计工作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清楚的了解审计的程序 审计的证据 和重大的审计结论 下列条件中 有经验的人士 应当具备的 有经验的人士应该具备什么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和审计准则的规定 你既然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你肯定要了解 你不了解我们的审计准则 你怎么来看 对不对 接着是在会计事务所 长期从事审计工作 这个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吗 注意这个故事 不需要 一定要在我们事务所工作 接着是看C 了解被审单位所处行业 相关的会计和审计问题 这个是条件吗 这个是的 一定要了解 你要不了解的话 你怎么来看 对不对 好 接着我们来看 了解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过程 这也是 那么这条题 除了我们必不选 其他都要选 好 那我们下面呢 把这个知识点 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指的是事务所内部 或者外部 具有审计的事务经验 可以是内部 可以是外部 不一定非是我们 事务所的工作人员 并对以下方面 具有合理了解的人士 第一 了解审计过程 第二 了解法律法规 和审计准则的规定 你既然是专业人士 你肯定要对我们准则 法律法规了解 第三 对被审计员所处的 基因环境 第四 与被审计员所处的 行业相关的 会计和审计问题 好 这是它的四个条件 那我们就 前面给大家说过 做题 五项法 做题 五项做题法 对吧 我们正确的知道 正确的理由 错误的 知道错误的理由 然后缺失的不足 那么这条题 出现了三个选项 缺哪个选项 你要把它补上去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冷门 及预防的考点 也就是说 以前年都没怎么考过题目 我们防止它出题 我们来练一练 首先 第一个是 底稿的内容 以下属于审计底稿 内容内容 我们看哪个属于 A 审计的总体策略 这个是吗 这个是 具体的审计划 是吗 也是 管理层的书面是吗 仍然是 建议书呢 仍然是 这个是项子内部的 会议记录 这是吗 是的 内包络是吗 是的 是吗 还是的 这条题A B C DEF 全部都属于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个考点 底稿的要素 审计工作底稿 包括下列全部 或者部分的要素 我们来看包括哪些 A 审计工作底稿的标题 这个是吗 这个没问题 审计过程的记录 这个是吗 也没问题 审计报告是吗 最不是的 审计工作底稿 包括的要素当中 没有报告 应该是我们的审计结论 接着我们来看D 审计标识 说明这个没问题 索引号编号 没问题 编织者姓名 和编织日期OK 符合的姓名 符合日期也没问题 接着其他说明上 都没问题 这条题 注意至审计结论 不是审计报告 好 下面呢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主观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2017年的整体 ABC会计事务所的 A注册会议师 负责审计多家 被审议单位 16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审计工作底稿 相关的部分事项 如下 第一 因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A注册会议师 于2017年2月28日 宗旨了 甲公司16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考虑到 该业务可能 重新启动 A注册会议师 未将审计工作底稿 归档 注意看这恰当吗 我们来看 这道题是考什么 考我们归档的问题 那我们注意 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练过 归档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个是 我们的业务正常完成 因为我们审计 包括日后 60天内要归档 对吧 第二个是 我的业务没完成 因为我们终止后的 60天内一定要开始归档 那这道题是什么呢 他终止了 没有完成 应该是我们终止后的 60天内归档 但是呢 他做了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他给了一个 什么样的理由呢 他说他考虑到 业务可能重新启动 所以没有将功能归档 这个恰当吗 我们不要听他讲故事 不要听他编更不样的理由 我们就看他是否符合 准则的规定 准则规定又终止了 终止后6天一定要归档 对吧 所以这块注意不恰当 好 这个蓝色的字 这一块呢 都是什么 都是烟雾蛋 不要被这个美丽 迷人的烟雾蛋所迷惑 接着第二 A注册会计 是在初具一公司 16年度 审计报告的次日 收到了一份 应收账款 巡征函的回函 确认进了午后 将其归入 审计工作地稿 未删除记录 替代程序的 原工作地稿 这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 他是在3月1号 出具的实际报告 那么3月2号的时候 收到了一份 巡征函的回函 然后呢 他看了一下 金额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就把它放到 工作地稿当中去了 并且没有删除 原来替代程序的 工作地稿 这可以吗 完全没问题 好 这里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发函 有可能对方 没给我们回函 我们忘穿了秋水 都没回来 这又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做替代呀 如果我们做替代 取得了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照样可以 出具审计报告 所以他在3月1号之前 因为没有收到回函 他就做了替代的 审计程序 那么最后呢 出具了报告 对吧 结果报告一出 在第二天又来了 个意外惊喜 人家韩正回来了 人家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核对一下呗 核对完了以后 发现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把它 归入工作地稿 和我原来的替代程序 互相应证 对吧 这个我们在前面 做过一道 类似的客观题 所以这块是恰当的 我们接着来看 第三小文 再将丙公司 16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工作地稿 归档后 A注册会议是 知习丙公司 于17年的4月清算 并组销 认为无需保留 丙公司相关的 审计档案 决定销毁 这可以吗 注意不恰当 因为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我们的底稿 要保存10年 在保存10年 这个期限没满之前 是绝对不能删除 废弃任何 性质的工作地稿的 他销毁肯定是不对 接着看第四 A注册会议师 在丁公司 16年度 审计工作地稿 归档后 注意是归档以后了 意味着放在 档案室去了 收到了关一层 寄回的书面 声明的原件 在与归档的 传真件 核对移之后 直接将其 归入审计档案 这里要特别注意 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如果主观题出现了这种直解 往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是一气呵成 把它动作做完了 这时候呢 就会考核什么呢 考核我们全不全 对不对的问题 你看我们在归档以后 如果有一些新的证据来了 那我们仅仅把它放进去 就完了吗 错 我们注意 我们应该记录 对以归档审计工作地稿的 修改或增加的理由 那记录了吗 没有 它直接放进去完了 好 一定要记录这个理由 还有呢 应当记录修改或增加 审计工作地稿的时间和人员 以及我们符合的时间和人员 这些都要同步做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三步都要做 而它做了吗 没有 它仅仅一个直接 意味着它看完就放进去了 没有记录我们理由 没有记录我们相应的时间人员 还有符合的时间人员都没记 对吧 所以这块做的不全 注意做的不全 典型的考的是我们全不全的问题 我刚才就给大家强调 我们在做主观题的时候 对这个直接梁子要特别特别的敏感 那么一看到直接 意味着就是它基本上啥都没做 做完第一个就直接做了第二个 这两个是非常连贯的 好 一般我们在考题当中出现 直接大部分都是不恰当的 大部分都是不恰当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 A注册会计师 获取了丁公司 16年度报告的最终版本 阅读和考虑了年度报告中的 其他信息后 通过在年度报告的分面注明 已阅读 作为已执行工作的记录 这个对吗 那我们对其他信息 我们要执行系列的设计程序 那我们在底稿当中 应该记录我们做了哪些程序啊 对不对 我不能记录一个正义月啊 大大的披上正义月就完了吗 肯定不对啊 你做的程序 你怎么没体现出来呢 因此这块注意不恰当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答案 第一题 注意不恰当 应当在业务终止后的60天内 归党 好 哪怕业务终止了 也应该归党 而不要去听他讲故事 听他跟你讲各种各样的理由啊 第二个 它是没问题的恰当 第三个 注意不恰当 会计事务所应当至审计报日 其对审计工作的底稿 至少保存10年 在我们规定的 其届满之前 不应删除或废弃任何性质的 审计工作的底稿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不恰当 注册会计是应当记录 对以归党审计工作底稿 的修改或增加的理由 或者应当记录 修改增加工作底稿的时间和人员 以及符合的时间和人员 他啥都没记 他直接看完核对完了以后 就放进去了 你看中间一个 直接意味着两个动作 是一连串做完的 对吧 那么他就少做了程序 他不够全 接着第五个 不恰当 应当记录实施的具体的程序 不能只写一个正义月 好 应当记录阅读和考读的程序 接着我们来看 以三年的真题 A注册会计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 12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审计工作地稿 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我们来看什么事项 第一 A注册会计师 在具体的审计计划中 记录了 逆对固定资产 采购和付款循环 采用综合性的方案 因在测试控制时 发现相关的控制运行 无效 注意是无效的 将其改为了实质性方案 哦 他原来呢 想多做控测试 哎 想多偷偷懒 对吧 结果 后来发现 美梦破碎了 那他的内控是什么 无法信赖的 因为运行无效 这时候呢 不得不改成实质程序 偷不了懒了 接着看 重新编制了具体的 审计计划 工作地稿 并替代了原计划的 一个工作地稿 这个对吗 这点我们在前面 就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的审计计划 它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更新的一个工作 不是说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做一下计划 我们后面就不用做错 一定是贯穿始终的 对吧 那么这符合我们审计工作的 一个性质 如果我们更新了 我们的审计计划 我们要不要把原来的工作计划 直接给它扔了 直接给它替换掉 注意不用去 不用把它替代 应该是都保存 这样显示我们的 整个一个思考的过程 因为我们获得了一些新的信息 或者说了一些程序 我们了解得更深入以后 觉得原来的计划呢 不够恰当 我做修改 这种痕迹是一定要保留的 所以这块 它替代了原来的工作地稿 注意是不对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A注册会计师 逆利用2011年度 审计中获取的有关存货 和成本循环 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将信赖这些控制的理由和结论 记录于工作地稿 这可以吗 这道题是我们第七第八章相关内容 它呢打算利用我们上一年度的 这种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然后呢 把这个理由和结论记录在工作地稿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只要符合我们能够利用的条件嘛 那么它在我们工作地稿当中 把这些条件都列出来了 当然是没问题的了 所以这块是恰当的 接着看第三项 A注册会计师在对销售发票 进行细节测试时 将相关销售发票所载入的 发票的日期 商品的名称 规格和数量作为识别特征 记录于审计工作地稿 那么这道题又来考我们的识别特征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做七七套题 就是强化套题的时候 就给大家练过 什么是我们的识别特征 看到这种题目 你要条件反射 所谓的识别特征 一定要具有唯一性 那我们来看 发票当中哪个具有唯一性 它的日期 它的商品名称 规格和数量有唯一性吗 有可能我5月1号的时候 一天我就开了100张发票 然后我这100张发票 开的都是同一个品位 我都是卖的什么 我电饭宝 都是某某型号的电饭宝 可能我都是卖了10个 这是具有唯一的 唯一这种特征吗 没有 对不对 它不具有唯一性 所以这个作为识别特征 它是不恰当的 应该用我们发票的号码呀 发票的号码才具有什么 唯一性呢 接着看第四 审计报告日后 注意啊 这是报告日后 A作策会计师 在对审计报告日前 收到的应付账款 寻真函回函当中 存在的差异 进行调查 确认其金额和性质 均不重大 并记录于审计工作地告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你看它在报告日后 然后呢 对我们报告日前 收到了应付账款 寻真函回函的差异金调查 接着确认了 它的金额性质 不重大 记录了工作地告 这个对吗 我们一旦 出具了审计报告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已经获取了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时候 你才能够 出具审计报告 而它呢 而它是在 我们报告日后 假如说我们 3月1号 出具的报告 它在3月5号的时候 才对应付账款 回函的差异金调查 发现这差异的 这个金额性质 都不重大 所以记录了工作地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它在 3月1号 出报告的时候 工作压根就没有做完 没有做扎实 没有做到位 没有按照我们 审计准则的规定来做 因为你就压根没取得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吧 所以这块注意 不恰当 注意不恰当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五题 在规整审计档案时 A作范快递时 删除了固定资产 简直测试 审计工作地告的粗稿 这可以吗 炒丛粗措 把它口诀记住 这是没问题的 粗稿是可以删除的 好 我在规整的时候 发现一些粗稿 一些草稿 对吧 那我当然可以删除了 这个没问题 接着第六 在完成审计档案 规整工作以后 注意要完成了 因为这啥 因为这我们放到档案室去了 A作范快递 是收到了一份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寻真函的回函 其结果显示 无差异 A作范快递时 将其归入了 审计档案 并删除了 在审计过程中 实施的相关替代程序的 审计工作地告 那么这道题 我们在前面 做过一道类似的题目 那我们前面 那道题是什么 你要说的 好 我收到了一份达亏函 然后呢 我和他 我把他和我们的 替代的程序的内容 做了一下比较 没问题 对吧 我就把它都放进去了 因为他俩是 不能互相替代的 所以应该两份都保存 而他删除了 这个动作做的对吗 注意不恰当 下面呢 我们来看答案 第一个 注意不恰当 注册快递 是应在工作底稿当中 记录 我们审计过程 对我们的具体计划 做出重大的修改和理由 这块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保留这个修改的痕迹 不能说我的这个计划一变 我就把原来的一扔 那是不可以的 一定是保留这种修改的痕迹 把我们那种重大的修改和理由 要记录在工作底稿当中 要体现出来 这其实体现的是 我们整个审计的一个过程 以体现了我们审计的思路 是如何一点点开展的 接着第二个 它是恰当的 第三块 注意不恰当 识别特征一定要牢记 应当具有为因性 发票的日期 和商品的名称 规格和数量 它不具有为因性 我们直接可以说 应当将我们发票的编号 作为设备特征 记录于工作底稿 好 第四项 注意不恰当 在出具审计报告前 注册款机 是应当对收到的 应付账款 寻证和回函 存在的差异 与调查 并记录于工作底稿 而不是 我们出报告以后 出报告以后再做的话 说明你前面的工作压根 就没做到位 你就不符合准则的规定 好 第五个事项 没问题是恰当的 接着我们来看 第六个事项 在完成最终的 当然规整以后 注册款机 是不应在 规定的保存期限 借款前删除 或者废弃任何 性质的工作底稿 应该两份都保留 应该两份都保留 好 那么这块呢 又和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过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这个 保存期限借款前 是不得删除 废弃任何 性质的工作底稿的 因为保存期限 至少是多少 至少是十年 好 好 我们接着来做第三题 第三题呢 是我粗的题 A注册会计师 负责对假公司的报表 经营审计 与审计工作底稿 相关的部分事项 如下 第一 由于在审计过程中 A注册会计师 重新评估 并修改了重要性 并将记录计划阶段 评估重要性的底稿 删除 代之记录 重新评估重要性的工作底稿 这可以吗 注意这个 不可以 我们应该把这种修改的痕迹 要保留下来 而不是把原来的删除 这和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审计计划是类似的 接着第二 对于观察被审计单位 特定人员的程序 A注册会计师在形成 工作底稿时 将观察的对象 观察的过程 相关被观察人员 及其各自的责任 观察的地点和时间 这位识别特征 这个对吗 这个没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 A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无法就关联方关系 及交易 或去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A注册会计师将该事项 作为重大事项 记录在工作底稿当中 这可以吗 这个没问题 你看我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个事当然是大事 这个大事我们在工作底稿当中 一定一定要体现出来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 审计报告日期是2020年的2月18日 A注册会计师于2020年2月22日将审计报告提交给甲公司的管理层 并于4月30日完成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工作 那我们来算算它的这个归档的时间 对不对 你看它是2月18号出的报告 那我们应该以这个时间60天来归档 那么2月18号到我们的2月28号是10天 因为2月份比较特殊对吧 那接着我们再看我们3月份算 3月份算31天 这就是40 这就是41天了 那么接着应该是在4月份的什么时间 已经41天了 那么也就是4月份最多还有多少天 还有19天 对吧 因为这个时间我算的不是特别精准啊 总之肯定不是4月30号 它在4月30号归档的话 已经超出了60天的期限了 已经超出60天的期限了 这块不对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 在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归档的过程当中 A注册会计师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了分类 整理和交叉所以并签署了审计 当然规整工作的核对表就可以吗 这个没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 针对一项事项 我们来看他的做法是否恰当 第一个不恰当 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对总体的策略或具体的计划 做出了重大的修改 应当在底稿当中记录 做出重大的修改这些理由 因为重要性是我们总体策略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 对吧 他如果做了修改的话 一定要记录像一个修改理由 保留修改痕迹 而不是把它删了 第二个事项是恰当的 第三个也是恰当 第四个是不恰当 应在审计报告之后 60天内将工作底稿归档 好 第五事项没问题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题 ABC会计事务所的 A处财会计师 负责审计家公司 20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审计工作底稿 相关的部分是想如下 第一 A处财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修订了计划阶段 制定的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并仅在原工作底稿当中 添加新的重要性金额 作为修订记录 这个对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他修改了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假如说他原来定的是200万 现在把它改成了150万 那么他仅仅就是在 我们的200万旁边 然后添加了一个150万 这样就完了吗 你不添加一下 你为什么修改啊 你修改的原因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对吧 这块终于不全 那么这道题 典型的考译 就是我们全不全的问题 接着 第二 素财会计师采用电子表格 记录了对存货实施的 审计程序 因页数较多 未打印成纸质的功能 而将电子表格 和其他纸质形式工作地高 一定归档 这可以吗 这个是符合要求可以的 因为如果我们在做 存货尖盘的时候 他这个内容特别特别多 假如有几千亿 我们有没有必要 全部打印 没必要 我们可以把电子表格 和纸质形式一起归档 好 这是恰当的 接着看三 素财会计师在归档期间 发现应收账款 回函的汇总表 填列不完整 根据实际回函情况 做了补充 注意啊 这是什么期间 是归档期间 说明什么 说明审计报告已经出了 审计报告已经出了以后 竟然发现回函汇总表 填列不完整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在出审计报告之前 工作做了就不充分 没有获取从分时当的审计证据 很可能 我们把这个回函的情况 填列完整之后 我们要得出新的结论了 所以这块注意不恰当 那么这个地方呢 和实物结合比较的紧密 这里有一个回函的汇总表 那回函的汇总表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 我现在呢 发出去了 一共 假如说 一共 假如说我发出去了 100张寻计函 然后呢 我现在收回来了60分 我把60分的情况 金额 还有差异 我全部一一记录 那现在呢 他把这回函汇总表 发现他填列不完整 我把一些信息补充上去了 那这个呢 很可能会导致 我们得出新的结论 所以注意 这块是不恰当的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 A座策块遗失 在审计工作底稿 归档之后 收到了一份 银行寻真函的 回函的原件 于是用原件 替换了审计档案当中的 回函的传真件 这可以吗 你看是归档以后 归档以后 我们能不能删除和废弃 任何性质的工作底稿 注意不能 不要看到这是原件 那是传真件 还是不能删除 或推起任何性质的 工作底稿 第五 A座策块遗失 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分别记录 以前任座策块遗失 接受委托前 和接受委托后 沟通的时间 过程和内容等信息 可以吗 可以的 他在底稿当中 做了详实的记录 当然没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注意第一个不恰当 我们一定要在底稿当中 记录修改重要性的理由 不能把那个金额 一更新就完了 原来是200万 我现在150万 把150万一加就完了 不可以 你为什么要改成150万 原因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好 第二块是恰当的 第三块注意不恰当 应收账款回函 汇重表 填列不完整 说明初据的报告 没有建立在 充分适当的基础之上 那么审计工作的 底稿归档 属于受刑的工作 不涉及实施 新的审计程序 或得出新的审计结论 补充内容 应当是在 报告日前获取的 与我们的项目组 层元进行讨论 并取得一致意见的 审计证据 那么这几项呢 你回答哪项都行 你觉得哪项 你回答起来 相对来说 比较的顺手 你就回答哪一项 嗯 其实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第一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回函汇重表 挺远不完整 说明我们的审计报告 它没有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就出了 这时候做的肯定是 不够的 不到位的 好 那么我们要注意 归档呢 它只是一个事物性的工作 应收账款 回函汇重表 填列不完整 很可能会得出 新的回函的结论 因此它是不恰当的 要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项 是不恰当的 我们完成归档以后 不能在我们规定 期限戒板前 删除或者废弃 任何性质的 审计工作 一个纸片都不能 把它删了 都不能把它 废弃了 或者替换了 好 第五个是恰当的 那么 这是我给大家 整理到必备的观点 也就是在我们 组框题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 大家下来呢 把它必备的观点 背一下 因为我们在 我们的简大题当中 或者我们综合题当中 要说明理由的时候 你必须要用 我们的专业的词语 来做表达 这块是大家需要 把它记一下的 那我们这节课内容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